員警在槍擊現場拉起黃色封鎖線 他們試著在破碎的酒瓶和飲料容器中 找出槍擊案的證據 最後在案發現場發現兩把手槍和超過35個彈殼 這在美國二亥二州阿克倫市 當地時間2號凌晨 一場超過200多人參加的大型派對 竟然遭到槍手開車來行凶 結果一名27歲男子當場死亡 結果還有24人受傷送醫 其中兩名傷者狀況危急 有很多撞 我聽到超過50撞 聽到很多撞擊 警方表示有超過100人募集這場槍擊發生 只是嫌犯在開槍後立刻搭車逃逸 所以當地警局宣布 將提供新台幣大約38萬的獎金 來懸賞嫌犯行蹤 這起事件已經是美國今年第192起 大規模槍擊事件 當地市長發聲明表示 槍手將會受到法律嚴厲制裁 絕不容許強制暴力